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储局将会维持宽充的货币市场政策一段时间 有关言论令市场对联储局收紧货币市场政策的忧虑稍为舒缓 另外亦有传俄罗斯同意以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以及克里米亚有关问题 这个消息亦有座舒缓当地的紧张气氛 以上两个消息连同其他因素刺激导致昨晚上升134点 而在大约两个星期前的Philip Channel亦同大家指出过 假如恒生指数回落至21,000点附近的水位 中线是有值得考虑吸纳的地方 在3月20日恒指跌至21,138点的近期低位 及后辰转上升 直至今日4月1日上午收市恒指已经重新升上22,361点 较近期低位上升超过1,200点 同时所谓的一些避险资产价格亦都少点回落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亦都重新回到103.3附近的水平 至于金格亦都由近期的高位大约1400元回落至1300元以下 结合不同的因素不能够排除大市将会进一步上升 只不过在目前来说 要推断大市到底是会升多1,200点 还是重新上市近期相对高位22,800点 甚至23,000点为时上早 如果纯粹是考虑以持有盈富基金2,800 或者是Long期货作为好窗的投资策略的话 有关的风险回报似乎就稍欠吸引 相对于以上的策略 对后市稍为官网进一步留意事况的发展 可能是一个更加的策略 以上纯述个人意见 并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欧南建为证监会的持牌人士 直至本评论发表之前 本人以及联系者并无持有所提及证券的 所有相关财务权益 多谢收看